小朋友放暑假学校也利用这段时间进行校舍耐震补墙工程 目前在做的是第三期 要将整个耐震安全系数再提升 直接每间教室的窗户还有门都要换 至于最重要的就是墙壁梁柱都要加厚 就是有做抑墙跟扩柱 那因为校舍比较老旧 所以这个是势必一定要做的 让我们的校舍能够更坚固 那在这个部分当整修完了之后 我们的环境的包括窗户以及粉刷等等 这些可以让校舍能够看起来更干净更清新 自从921大地震之后 校园结构安全受到重视 细致的北风国小在这几年也陆续进行 每一栋楼的耐震补墙工程 振兴楼这是最后一栋整体校园安全提升 从8月施工要一直到10月底 放完暑假孩子们开始上学 工地周边的安全维护很重要 所以从中心路的校门旁 也隔出了一条通道让学生上放学 开始后比如我们家庭 也像我们家庭 孩子在上学科安全 我刚才说 最后都用百分来上学科 比较安全 百分差不多用好了 这边还用好了 正门在拯救中比较危险 请大厂说尽量用百分来进入厨诅 可能需要到11月 所以在这段时间 校园的一些安全 宣导以及是学生上下学的动线都有稍作移动 至于上下学 以及科学班的接送 希望大家尽量在北门 就是福德一路的部分来做接送 配合这次整栋正新楼的耐着补强工程 学生上课教室也已经做了调整 工程预计10月底会完工 教室结构会更稳定安全 也让小朋友有更安全的学习环境 教室惠林 西纸采访报道